麦德姆台风离开台湾之后 宜兰国际童万节再现了亲子人潮 现在已经突破了800万人次 哇 清凉的刺激感滑下来时都忍不住要尖叫起来 水舞台上享受喷泉的快感 还有在水潮上自意打滚 随处都是游客欢乐细水的身影 今年童万节园区还特别增加白浪滔滔细水区 让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体验到一泊泊迎灭而来的海浪 因为现在夏天啊 冰冰凉凉的感觉 然后觉得这边很好玩 来这里就是感觉好像把客业压力摆一边 然后来这边就是完全放松 开开心心压力都没了 除了细水区的活动 游客还可以在东山河 乘坐风帆和滑龙舟等水上运动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船会不平衡 然后有点快要掉下去 然后要大家就是他喊一的时候啊 然后大家一起团结一支滑 然后二起来 就是那个中间的过程还蛮有趣的 日本赖湖内海艺术机作品《总子船》 历经了跨国飘航 今年也来到童晚节 船体内的故事剧场 小朋友搭着种子船和蒲公英一起展开奇幻旅程 就觉得这边的那个故事屋 它其实是蛮有故事性 而且它会跟小朋友互动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结果出来 就是这一只小青蛙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感觉还蛮喜欢的 玩累的时候还可以在户外舞台 欣赏异国艺术表演 不管是热情的墨西哥踢踏舞 或者是来自萨哈共和国的传统民俗舞蹈 都可以让人放松步伐 麦德姆台风离台后 宜兰同万节恢复亲子人潮 带着童心与世界文化交朋友 新唐亚太电视黄新瑜 吴富国台湾宜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